大家好,我是米库 最近手打咖啡非常火火 我们来挑战一下可可粉和抹茶粉 抹茶,糖,开水 给它们计时 前30秒 慢镜头看一下 没有产生泡沫 继续再打30秒钟 慢镜头回放 还是一样 没有泡沫 和抹茶酱一样 挑战失败 可可粉 糖 开水 继续开始 慢镜头回放 嗯,我不说了 同样再打30秒 你一定看明白了 跟巧克力酱一样 其实我把它们还都加到了牛奶里 不出意外的 嗯,都沉了下去 同样的亮笔 速溶咖啡 糖 开水 继继续开始 30秒钟后的情况 嗯,我也同样不说了 你们自己看吧 现在开始废物利用 刚才的抹茶酱 植物油 面粉 辣粉 蛋液 搅拌均匀 我还加了点椰丝 和树莓干 倒入马克杯 为波炉分次加热 这是30秒之后的情况 我后面又加热了一分钟 刚才剩余的可可酱 蛋液 植物油 面粉 泡打粉 搅拌均匀 放入核桃 微波炉加热 按照前面同样的步骤 都忙完了 终于可以享受咖啡了 放入冰块 慢慢加入 细腻顺滑的泡沫咖啡 拿出已经好的蛋糕 就是冷了会有点回缩 但依然非常好吃 喝之前搅拌一下咖啡 其实这个结局 还是很不错的 我是米库 我们下次见